当我们膝盖一不小心受伤的时候 可能只有没有瘀青这么简单 它有可能会让你膝盖积水 当你膝盖在积水的时候 有可能没有办法弯曲 甚至连走路都很困难 但是今年47岁的严晨旭 他前一阵子参加录的一个综艺节目 他在锻炼的前期 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膝盖给弄受伤了 导致他的旧伤是复发的 但是在这训练的时间 他就只能用这个另一只脚 来做代偿的运动 但没有想到长时间下来 让他膝盖的半月板是碎裂 膝盖是严重的积水 甚至是肿大 他说他一度是要拿着拐杖才可以走路 最后只能忍痛把这个节目给退出了 再来就是艺人兰坡老师 大家都知道他非常会教舞 也会编舞 所以他就说他每一天跳舞 光是跳舞的时间就要8到10个小时 到后期的时候 他一直感觉到他膝盖蹲不太下去 甚至他在打棒球的时候 膝盖是没有办法弯曲的 到医院去检查 才发现他膝盖除了发炎之外 还有积水 后来是把他抽出了 现在是在慢慢康复当中 其实膝盖积水 像这两位其实他们都是属于 因为可能有个外伤 或者是过度的运动造成了膝盖积水 但周医师有一些人 他其实完全没有外伤 他还是出现膝盖积水 到底膝盖积水有什么可能的原因 我们先讲 我们正常人这个膝关节 每一天大概会有正常 200到250c的关节液形成 也大概就200到250c的关节液 会被吸收掉 所以它维持一个平衡 但一旦如果你是因为外伤 或者是过度使用 过度运动 导致它分泌的过多了 而这个关节液开始有点发炎的时候 它吸收能力会下降 就是生产过多 吸收过慢 它就会激起来 这是最大的因素 我们刚刚看这两位先生 都是 因为运动 接近中年的年轻人 他们都活力都还很好 但是他们可能以前有救杀 他没有注意到 他为了想要某一些表现 所以他过度去使用 他这个关节 导致他短期间内的生产量过大 吸收量来不及 那就会造成这样肌翼的状况 是 甚至连退化性关节 也可能会造成膝盖的积水 对 因为退化的关节 它的关节腔的结构体 越加的纤维化 所以它本来的吸收力 就已经不好了 所以有很多中老年人 他的活动量 还不是很大 但他已经是生产过多 吸收过少 就已经会积了 所以其实退化性关节 可能它只是正常的活动 他也会觉得 怎么突然出现膝盖积水 他会觉得旁边的朋友都可以 他们都爬得了山 为什么我爬上去就积了呢 是因为每个人的关节的 健康状况不一样 那因为有些时候膝盖积水 医生会去做抽水的动作 据说抽出来的水 有时候看颜色 也看得出什么疾病 对 如果说这个肿脏的关节 疼 因为肿脏会造成病人疼痛 医生就会考量去抽出来 那抽出来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关节液 我们就看到很像 很干净的沙拉油 干净的沙拉油 然后有点粘稠性的 这种很好的关节液 如果抽出来量很大 而且变成是一个 没有粘稠的关节液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知道它在发炎了 如果已经看到有一些 白酌性的这些物质 像杂质的话 就甚至担心它是感染的 如果是抽出来的东西 甚至有血块的话 我们就要担心说 里面可能有结构体 像十字韧带 或刚刚像说有半月软骨裂掉了 老师那边有出血了 所以医生可以从抽出来的 这个关节液就可以初步研判 那当然要比较明确一点点 我们会把关节液送去化验 看看大家单位体积内的 这个白血球 红血球 或者是其他物质 有没有增增 这样就可以鉴别说 它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 那一般膝盖积水 当然我们不想等到 肿到很大才去医院 它会有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其实最大的就是不舒服 会疼痛 然后关节活动度会下降 然后病人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那也有很多民众 会先到一些房间的开门诊 去接受初步判定 那医生都会很小心看待 如果说这个病人真的因为 这时间的肿脏 已经造成他影响了 那医生会帮忙 先把液体抽出来 然后经由他的研判之后 告知说他可能是过度使用 或者有可能是发炎的 那这些基层医生 会赶快帮他转介到 需要可以帮得上忙的 医学中心或医院来帮忙 这么想问一下侯医师 我相信你应该有帮人家 做过关节液的抽水 而且应该很长 每天都有 因为有一些人其实是不用抽水 医生叫你回去观察 有些是一定要抽水的 请问一下到底什么时候的膝盖积水 医生会判断应该要把水抽出来 以上那种液体我都看过 而且我常常看到 真的假的 所以他真的会是乳白色的 对 有点可怕 那个就叫他去医院了 那有几种 就是民众有说 我其他医生看过了 他说有积水 可是他没有帮我抽 你再帮我看看 要不要抽好不好 那我们有几个判断因素 第一个 他症状也没有很严重 我觉得他也没有很肿 影响到生活 他走路有点困难 他不能蹲 那这个我大概就建议就抽 那第二个 看他水多不多 我们超音波 其实放上去 我大概判定的标准 是10cc左右 10cc 对 如果是10cc以内 我通常建议说 你这个其实还好 你就休息 附健 外呼吸 回家 冰敷 乐敷 它就会比较好了 如果是10cc至20cc 或20cc以上 我通常是建议直接抽掉 因为水里面是一些发炎物质 它其实会伤害我们的软骨 所以你让那个水 发炎物质那么多 其实对你的膝盖软骨是不好的 长期而言 你这个退化的几率会比较高 那第三个 如果我看到是血的话 血 对 血的话我就建议抽掉 因为那以后会变血肿 它以后会变硬硬的 我觉得对你整个膝盖都是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这三种状况 我大概都是比较建议会抽这样子 是 那如果这个 如果它只是 没有不多 我刚才有提过 其实它就是 大概就复健三宝 吃药 复健 带呼吸 多休息这样 复健三宝 那回家的话 它如果已经抽完了 比较舒服 它觉得膝盖卡卡 我通常会建议它做一些运动这样子 那我们膝盖卡卡 大概就是跟大腿 股四头肌 以及后面的这个 国旁肌 以及小腿有关 所以我们就可能伸展这个前 膝盖前后的肌肉 那其实 其实蛮简单的 比如说我这个 这边比较紧 这边膝盖比较紧 我就伸展 左边的股四头肌 我们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动作是为了让膝盖 可以得到适当的伸展 对 你看我这样膝盖已经弯到底了 对 所以有的人是不能弯到底 对啊 糟糕 好像有一点点不行 所以你就这样子 这样子就可以伸展它膝盖 区区的活动度 这叫区区 那如果伸展活动度 就是伸长 那如果这样伸展 这样伸展可能有点不太够 所以我们通常会借住一个椅子 其实我们就这样伸展 然后脚尽量伸直 而且长辈他会说 我走路膝盖都弯弯的 卡卡的 所以他可以做这个伸展动作 所以我们只要伸展大腿的 前面股四头肌 以及后面的国旁肌 就是你膝盖卡卡的症状 通常就可以得到缓解这样 如果你的膝盖积水一直不会好 甚至常常出现的话 其实要检视一下 有可能是其他疾病造成的 大家说话 对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她是一个40岁的女性 那其实就是膝盖疼痛 她大概也有三四年了 那当然到诊所去看的话 刚开始还是被诊断式退化性关节炎 所以就是吃药消炎了 他就会好 那好了大概一两个星期 就会反复发生 但是后来他也不管了 反正他就是继续吃成药 甚至自己去买这样子 但是后来因为膝盖会反复的 就是积水嘛 积水抽掉了以后 还是春风吹有声这样子 而且后来其实应该说 不只是膝盖本身被侵犯 就是到了他 就是譬如说手部啊 的一些掌部 这个地方的一些关节 也都有出现问题 对 手腕这边 就是他甚至是做一些 就是比较细微 要转个瓶盖或者是说 要转开门 有那些动作 对 严重的被影响 会痛等等的 那因为其实他 多方 他那个时候绝对是 四处去看 然后比如说看到 我们夹一科的时候 因为他已经是 多发的一些关节侵犯 所以当然就是 我们的医学教育 会提醒我们 可能是时候去转到 那个风湿免疫科去 对 他是一个 自体免疫疾病 叫做内风湿性关节炎 那基本上这是一个 全身性 有关于免疫系统上面的 一个问乱 以及失常导致的 一个疾病 就是说你的免疫系统 它应该是要 抵御外敌 就是说去 就是保护你自己的身体 然后去把外来的 病毒细菌给它打掉 但如果说它 有时候挫乱 就是攻击自己的 一个细胞 细胸或组织的话 那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内风湿性关节炎 它其实就是其中一种 其实就是它的一个 多发的关节 就是如果是上肢的话 应该就是 手腕这边 然后还有像是手指 也是长骨这里 那如果说是下肢大多 譬如说像是膝盖 或者是脚踝的地方 也蛮容易被侵犯的 通常就是 自己的细胞导致 就是说在关节里面的 这些滑膜 它反复的一直发炎 所以它就会有 重复一直积水的 一个情况的出现 而且其实还是会有一些 软骨本身的一些侵犯 甚至是局部的 骨质疏松这样子 所以像这种关节炎 它除了特性就是 多发的一些关节发生之外 其实有些人 他会有成肩僵硬的问题 就是患部 他可能会有一些僵硬 然后超过一个小时 而且他休息通常比较不会好 对 就是像我们一般 突发性关节炎 你可能休息 动会比较好 对对对 动的比较不会好 它反而就是 还是持续的一直发生 再来因为是 全身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像是 比较疲惫 或者有些微烧 还有像是肠胃一些不舒服 甚至是 如果到后面 侵犯到了你的肾脏 心脏等等其他器官 也是会让其他器官 会有一些功能上面 一些不良 所以其实就是 关节炎 它的学问的确也很大 千万不要只 局限自己买成要吃 是 所以其实我们说的膝盖 如果你积水 刚刚应该提到 退化性关节炎 过度使用 甚至有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其实也要留意 想要强健你的膝关节吗 广告回来再教你几招 强化下肢的肌肉运动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 郑凯云 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另外很重要 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 可以按下去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对我们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